在7月25號的晚上10點多 新北市泰山的警方獲報說有人在吵架 所以就來查看 結果好奇怪喔 在場的人所有人都好乖的配合 還交出了三把瓦斯槍以及一把力氣 後來進一步了解才發現 他們之前在桃園先發生了行車糾紛 就有其中一個人拿出瓦斯槍攻擊 結果引發了內訌當街吵了起來 後來看到警察以為是桃園的警察 已經搜證完要來抓人才會這麼配合 警方獲報有人當街打架 立刻衝到現場 精明男子跑都跑不了 而且他們身上還帶著這個東西 兩把瓦斯槍乖乖上腳放在地上 當整物拍照 隔沒多久叫車後車廂又搜出東西 來 這裡 這裡 這裡拔一下 抿一下 更長的一把瓦斯槍橫躺在後車廂內 真的嚇死人 幸好還沒有當街火拼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當時一群人在這裡吵了起來 警方後報到場後 沒想到他們不但沒反抗 還乖乖叫出手中的三把瓦斯槍和力氣 繳械投降 新北市泰山七月二十五號晚上十點多 一群人確實在現場吵架 但真正的戰場卻是在桃園 原來他們先前在桃園發生行車糾紛 因為不滿被超車 其中一人就拿瓦斯槍攻擊 雙方當街吵了起來 泰山派出所遠景趕到後 以為是桃園警方來追查行車糾紛 立刻乖乖論罪 警方經詢問後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令於桃園地區所判之案件 亦通報該想 警方接續偵辦 警方一到二上門棄演全消 還有一名男子下道救急復發 趕緊叫救護車送醫治療 而這回糾紛不僅沒有小事話無 反而讓問題越滾越大 接蔡結成家明星北 蔡芳報道 再次再次按救護車 未能 不僅 不僅 指從